主席各位先進 麻煩請總統府熊副秘書長 司法院林秘書長 行政院解秘書長 三位好 我想早上聽到現在 大概有一個共同的結論 我先請教一下三位 我確認一下 第一個是有關這個制定總統職務交接條例 到底有沒有必要性 總統府的說法是說 可以只要立法院通過就通過 司法院也是這樣的主張 那行政院擔心的是有沒有違憲的問題 沒錯吧 那現在有的問題是 第一個主管機關到底是誰 主管機關是總統府呢 還是司法院呢 還是中選會呢 大家有不同的意見 那我的了解沒有錯的話 行政院事實上也為了這個開國會 沒有一個沒有一個部會敢接說這個我們來當主管機關好像沒有嘛對不對沒有錯吧現在現在爭議上應該是這樣 所以總統府我再確認一遍 總統府對這個沒有意見 只要立法院通過就通過了是不是 司法院採取同樣的態度 司法院來來林秘書長 司法院的立場是行政機關都可以 就行政機關都可以嘛 這個事實上也不涉及你們司法院的業務嘛對不對 所以只要是行政機關當這個主管單位你們都都同意 那至於為不為憲你們也無法處理嘛 要產生以後才處理嘛對不對 好那我們請熊秘書長熊副秘書長跟林秘書長先請回座 我們請全序部政務次長 常務 常務次長 來那個解秘書長我先請教你喔 你剛才提到有一個是違憲的問題 你擔心的是哪一條違憲 不能講違憲 違憲之疑啦 有違憲之疑 違憲之疑你擔心的是哪一件嘛 我看民進黨版本的第九條 第九條嘛對不對 第一年版本的第八條 時代力量的第十三條 我有看過的條 來來來來 其實最重要你擔心說有限縮總統的職權之餘嘛對不對 那就是說比如說第九條民進黨的版本 民進黨版本其實是我起草的啦 我寫的啦 那我現在講得很清楚 就是說我第九條說 要限縮總統權限 就是在這一段期間內 不能跟國外簽訂契約 也不能訂兩岸的任何協議 是這樣嘛對不對 你認為這有違憲之餘嘛 對 那我想請教 即將卸任的總統 可不可以去國外 比如說隨便舉個例 比如說他去新加坡 或是他這次去中南美 那簽訂十年經濟合作計劃 可不可以這樣 也就是說他可以決定 他即將要卸任了 但是他可以決定 十年以後我們要怎麼走 你覺得合適不合適嗎 你講這個比較極端說 這不極端 這馬上發生的事情 簽十年之多的 馬上發生的事情 他如果這一次去中南美洲 他跟中南美的國家 簽訂十年合作計劃 他再兩個月他就卸任了 他可不可以有這樣的權限 這個是一個假設的 這沒有假設啦 這會發生 今天如果要跟兩岸簽 或者哪一個國家簽 外交部要都事先作業 不會像你講說 我簽十年以後的事情 這個假設 我們擔心的就是這件事情 特別在馬英九身上 特別在馬英九身上 馬英九會不會在這兩個月 又跑到跟中國簽訂 和平協議 那我們怎麼處理 我跟 來 節目長 我這個不跟你討論憲法 跟你討論憲法 對你不公平 老實講 跟你討論憲法對你不公平 我現在只是要請教說 你所謂的違憲之餘 是這個嘛 對不對 你擔心的是這個嘛 你擔心的是 限縮總統的權力 有沒有違憲之餘 對不對 那有沒有違憲之餘 其實也不是由行政院判定嘛 有沒有違憲之餘 到時候是由司法院判定 好 謝謝 來 我請教 那個政務次長 那個全區部政務次長 來 吳次長 老同事啦 我請教你 我們在公務人員任用法26條裡面 是不是對民選首長 即將現任的民選首長 也有所謂的限縮權利 有沒有 有 他限縮的定義是什麼 你是不是解釋一下 就是說他這個跟 就是說他當選名單公告以後 在跟他就任以前 他不適合在做人事的調動嘛 對不對 那這個公務人員任用法26條 訂定到現在多少年了 從93年 93年到現在 那這期間有沒有人認為說 這個其實是你現縮的民選首長 即將卸任民選首長的權利 那曾經提過四線案的有沒有 因為就我了解的是沒有 沒有嘛 對不對 所以這跟有沒有違憲沒有關係吧 沒有關係吧 來 謝謝 來我請兩位先看一下 來下面 這個是我們最近查出來的 在這半年內 行政院有大幅度的調動人員 有大幅度的調動人員 其實剛才吳次長講得非常清楚 我們在公務人員任用法裡面規定的非常清楚 當選人公告以後 他就不能再調動人員 但是行政院在這半年內 包括各部會 我們一個一個查出來 這是我從人事行政總處一個一個查出來 他的人員調動非常頻繁 人員調動非常頻繁 甚至有發生在當選以後還在調動 沒有 當選以後的沒有 沒有嗎 沒有 我又找出來 我開過記者會 我開過記者會 我已經講過的是誰 來 再來 下一頁 這個是所謂的他機關掉進 那個吳次長我請教你 你是人事界的老前輩 機關的調動 其實是這個機關到那個機關嘛 對不對 那有時候他的職等也是要處理嘛 對不對 有沒有一個可能性說 我本來是專員 然後我因為現在 那個我現在 可能要交接了 因為520要換執政黨了 我從專員馬上一轉變成專門委員 有沒有可能 應該不可能 照理說不可能嘛 對不對 那專員至少要跳過科長才能變專門委員 沒有錯吧 沒有 如果他是專員的話 很資深的這個專員 那專員是可以到90等 但是 因為你要取得檢認的資格 你要取得檢認的資格 才可以變成專門委員 還有經過檢認訓練合格 對對對 沒有錯 不可以直接跳 好 那我問第二個問題 你現在有沒有那種政務官下來 然後去佔文官的缺 佔完以後再調回去原來的地方辦事了 你們全序部這樣可不可以 就我們這個目前了解 就是說在全序部的這個立場 一定堅守任用法 公務人員任用法26條之一的這個規定 對 再把十三支等的行政顧問 調回陸委會做 陸委會辦事 有沒有這回事 我要講清楚 那個是在總統 總統當選之前就中了嘛對不對 他是文官資格 所以先調整為常務的文官 先調整為常務的文官 不是調回陸委會 不不不 他是借調的 借調回去繼續當政務的副主委 是這樣 所以你的意思 總統 沒關係 當選之前 沒有再調 這一點我要講清楚 當選之前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意思是說 有確實有發生這樣的事 政務次長 先借調到行政院當中顧問 變成一個文官 不是借調啦 不是借調 直接調顧問 他是常務的 直接調顧問嘛 他不是常務文官 他是檢認十三支等嘛 對不對 然後現在在借調回去陸委會辦事情 沒有錯嘛 這個是發生在總統當選之前嘛 對不對 總統當選之前都這樣搞了 總統當選之後我們不怕嗎 總統當選之後 我們最怕的就是這個 不不不 來來來 總統當選之後 或是有法律的規定 就是公務人員是那種法 對 總統當選之前 你文官的調整 這本來 來來來 就沒有規定 來 檢民主長 你為什麼 你知不知道我們這個部分 為什麼要定得這麼嚴 我們現在也是 定為總統當選之後喔 但是從紀錄看起來 你們是總統當選之前 就在搞 通通在搞這個職務喔 包括林蘇賢 包括吳美紅 包括有一個專員 直接升專門委員 通通在裡面 我記者會已經談過兩個 我會提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 總統職務交界條例 把這個定清楚 這跟違憲不違憲 一點關係都沒有 OK 我可以不可以回應一下 從早上到現在為止 我一直在講 同樣的 就是說 只要你不違憲的問題 行政的限收 法律民主規定 是我們是同意的 對 沒錯 所以我們的結論就是 這個違憲不違憲也不由行政院決定 那這個還是由立法院來定法 那立法院定了法以後 至於違不違憲 那是司法院以後的事情 那大家如果 違不違憲 大家社會也有公平 先來告訴我這個法不應該通過 謝謝 好 請回 好 我們接下來請周春彌委員諮詢